狮子座下周运势,4月29日到5月5日 事业运势,下周的天象对狮子座的事业运势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与变动 火星和湘海王星,这一罕见的星象将为你带来情感和灵感上的融合 激发你深藏内心的创造力和直觉 在这个时期,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工作中更富有想象力 能够找到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精心进入金牛座,可能会为你的事业带来更多的稳定和实质性的进展 这将是一个适合巩固基础,推动项目向前发展的好时机 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期,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也要注意火星进入白羊座可能带来的竞争和冲突的能量 这个星象可能会让你在职场中遇到一些挑战和对手 需要你保持冷静和专注,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 在面对挑战时,请保持灵活性和自信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积极应对变化,你将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财富运势,下周的天象对狮子座的财富运势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金星四分明王星,这一星象可能会带来一些财务上的变动和挑战 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意外的支出或投资失利的情况 需要你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来管理财务 同时,火星六分明王星也可能带来一些财务上的紧张和压力 你可能会感到财务方面的压力增大 需要寻找新的机会和策略来增加收入 这个时期,你需要更加务实和冷静地面对财务问题 合理规划和管理财务 避免冲动消费或盲目投资 请记住,财务的稳定增长需要时间和耐心 通过谨慎的决策和持续的努力 你将能够逐步增加财富,实现财务自由 爱情运势,对于狮子座的爱情运势而言 下周的天象可能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变化和挑战 精心进入金牛座 这可能会为你的爱情关系带来更多的稳定和安全感 如果你已经有伴侣 这个时期将是增进感情 加深了解的好时机 你们可以一起享受浪漫的时光 共同规划未来的生活 对于单身的狮子座来说 精心进入金牛座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些新的爱情机会 你可能会在社交场合或工作场合中遇到一些有趣且吸引人的人 不妨主动与他们交流 展开一段美好的恋情 然而,也要注意火星六分明王星可能带来的情感上的紧张和考验 这个星象可能会让你在爱情中面临一些挑战和冲突 需要你保持冷静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在面对困难时 请与伴侣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 共同解决问题 维护感情的稳定 健康运势 下周的天象对狮子座的健康运势没有直接的明显影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请继续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 保持良好的饮食和锻炼习惯 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此外,注重休息和放松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 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 不要忘记给自己留出一些休息的时间 让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和恢复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 这将有助于你保持健康和活力 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